啟動表單,啟動完之後的話輸入資料 輸入之後的話呢,那我們就是 當我填了這一些 這幾個資料,總共有四個,這後面三個 可能就自動帶出來就可以了,那怎麼樣自動帶出來方法很多 那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方式 OK,那要怎麼樣可以把填的資料,就幫我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放過來 OK,這要怎麼,首先第一個 程式應該寫在哪裡,特別注意 所以,我們如果要寫程式的話,請你再把它關掉,在執行模式沒辦法撰寫,所以你必須 切到Visual Bash裡面 然後在哪邊呢,程式特別注意喔,請你寫在 這個新增,因為當我按下它的時候,它才是幫我把這上面這四個資料 填到Excel裡面去 所以執行的地方在這裡 那要怎麼撰寫程式,很簡單,直接在這個comment button 上方快點兩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會發現呢 它會把程式寫在這個表單裡面喔 而且喔,它這個有個特徵呢,它是一個private,它是私有的,就不能被外部呼叫 然後它也是一個sub 那這個sub 主要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comment button,就是那個按鈕,它名稱叫comment button1 被click的時候,被click是被點一下的時候 就,等於是你點一下的時候,它就執行 底下的程式的意思啦 那我們程式該如何撰寫 其實也是 蠻直覺的 盡量還是怎麼樣去撰寫 首先第一個喔 我應該 怎麼填資料 填到哪邊 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今天要把這裡面的資料 放到這邊來的話,那你要知道他們 相互之間的關係喔 也就是說在 那個VPA裡面你要知道說這個 這個 每個都是物件喔 這個是一個物件 這個是一個物件 OK 那物件呢,你要知道它物件的 比如說在表單裡面這個 這個物件的名稱叫什麼 然後裡面呢,如果你要取得資料的話,你用物件裡面的一個屬性叫test,取得它裡面的資料 幫我放到這裡面來就可以了 所以撰寫的方法特別注意喔 我就是要把什麼呢 把那個表單上面 這個 這個東西要特別,它名稱叫testbox1啦 如果你剛剛沒有重新改過的話,名稱一定叫testbox,這個是叫2 叫3,叫4 理論上我沒改啦,預設就是 叫這個名稱 那除非說你們可能有刪掉重來的話,可能數字不對,不過我建議你就用1234這樣比較簡單 那如果說我要把資料放進去的話很簡單,特別注意喔 VPA裡面是這樣,把後面的物件 丟到前面去,中間這樣一個等號,所以如果我要把 資料放到這邊來的話 第一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是第八列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放到這裡面來的話,這個叫一個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呢 第八列的A欄 OK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8的數字 將來會有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先增加一個 一筆了嘛 那以後要變9吧 如果你永遠都8的話 那不是一筆蓋過去 OK,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這個數字 你可能要把它改成 可以變動的 就是向下追 怎麼向下追呢 我們這個數字,我先把這個後面先寫完好了 等於什麼呢 等於TESTBOX 剛剛那個 物件的名稱叫TESTBOX1 裡面的資料 裡面的資料就點了嘛 點TEST OK 意思就是說幫我把 那個TESTBOX1裡面的文字 幫我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去 OK 那基本上這樣的序述應該可以看懂吧 這個等號是把後面的東西 複製一份到 前面的這個物件裡面 OK 可是問題這個會變動,所以怎麼解決呢 很簡單 你可以用追蹤的,我可以增加一個變數叫R R等於什麼呢 我從A1 A1 我這邊有填姓名兩個字 如果 原始這邊是沒有,你填一下 我要從Range 這好像前面有跟各位講過,你可以 用追蹤的方式 追蹤的方式就是Range 然後A1 從這個儲存格怎麼樣呢 去幫我有點像Ctrl向下 Ctrl向下在 VPA裡面的敘述是AND 千刮弧 向下,上下左右這邊有 Excel 當 有沒有 前面有跟各位講的追蹤 而且非常重要 而且這一招還蠻多地方可以用的 向下追蹤,這個有點像是把游標放在A1 然後Ctrl向下 我現在是不是停在哪裡 停在他的第7列 所以呢,請你把 他在哪一列的這個數字給我 所以我就 點Raw Raw的話就取得他現在在哪一列的這個資料 所以他會把7拿到這邊來 OK 那可是問題我要第8 所以怎麼辦呢 可以把 第7列後面加一個數字 加上多少 加1就好了 也就是說呢 我要把現在最下面的下一列 加1 OK 所以我就得到一個R R裡面其實就放8 那我把這個數字把它改 改成這個 R就可以了 所以呢 把TESBUS1的資料 幫我放在A 裡面 然後呢 把TESBUS2的話呢 放在B CD OK 所以應該底下會寫吧 你用怎樣 最簡單的方法呢 複製貼會不會 改一下嘛 改成什麼 改成B嘛 一個蘿蔔圍的坑嘛 這邊改的話 改成2嘛 OK 底下的話一樣 所以 ABCD 就是什麼 這邊改成C D 改成D OK 這樣不就 然後底下這邊 1234 所以我剛剛 跟各位講說你那個 數字不要改 因為如果改的話 你要當寫程式 按照順序的話 你也很難寫 OK 這樣子就寫完了 我們資料就可以填上去了 OK 那 試試看好了 所以基本上 我只是說後面功能我還沒寫完 目前的話 如果這個敘述只會填123 後面這個都還沒 不OK 所以後面還有自動產生這 三個資料的話 待會再 那我們先run一下 這個地方怎麼run 一樣 我先啟動表單一下 然後我當我填資料 填 AAR OK Enter 然後給分數 給另外一個分數 好 然後按下新增 他會不會把資料放過來 如果會的話 表示 我已經完成第一階段填寫資料的動作 有了有沒有看到 填過來了 但是 其實這邊還不夠完美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填完之後 理論上應該要把這些 通通都清空 有沒有 最好是油標再回到哪裡 回到這裡 這樣是更 怎麼樣 更完善 只是說這個後面我們就可以再把它補上去 OK 所以 第一步 我們完成 再來的話 我們待會可能第二步就是 自動 把這三個東西也順便 就是填完之後 自動帶出這三個東西 然後並且把這些清空 優標放回去 這樣的話應該 就相對的 已經慢慢滿足 我們要的這個效果 OK 怎麼做 待會再來 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把重點再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陳氏 1 記得待會陳氏寫在哪裡呢 寫在這個 新增上面填兩下 然後呢把這幾個 部分 總共只有五行 不用背啦 其實說 最關鍵就是這個 向下追蹤 所以我講過 這個之前好像有講過 OK 所以向下追蹤加1 然後呢把TESTPOS1裡面的東西 幫我放在儲存格裡面去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謝謝 謝謝